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Vlog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探访台北的一个商圈 它是各国游客和本地人都非常喜爱的观光圣地 也是热闹跟悠闲共存的独特地方 它就是位在大安区的永康街 永康街不只是新闻和旅游地图上的常驻嘉宾 今年更是在航拍中国台湾片里出现了好几个场景 旁白还建议我们说 还有什么比一杯珍珠奶茶更让人觉得暖和 再来一份天津葱抓饼 那才是绝配 记得要加双蛋 于是我想跟着这份攻略走一遍 实地介绍一下最可爱的永康街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永康公园 今天天气很好 太阳把蓝天和房屋造成了一幅画 一路上宁静悠闲 街边的咖啡厅外 还有这么一边享受的阳光 一边看书的外国人 这是烘焙者咖啡 是我从小就熟门熟路的地方 复古木制的装潢 起盘桌 墙上的挂画和彩绘玻璃 让客人仿佛进入了饭骨的油画 夜间咖啡馆 再往前走就会看到几家卖各种精致小物 服饰或点心的小店 经过时就仿佛身在袖珍博物馆的展品里面 前面则是马丁尼之咖啡 是家需要拖鞋进入的咖啡厅 进门后别有洞天 设计华丽而颜色柔和的桌椅和水晶吊灯 有着洛可可风的古典气息 而这家服饰店的老板是一位北京来的阿姨 人与她自己设计的中国风服饰一样柔和又细致 我也曾经专门写过文章介绍 终于到了永康公园 浓绿的树印替被太阳晒了一路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公园的另一边远远就传来了描绘的锣鼓跟唆呐声 不过这不是重点 而且我今天没有带碗 也不能到这家蓝色招牌的亚瑟永康来一碗远近驰名的豆花 但是再往前走 穿过一整排盛满阳光的盆栽绿印 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一站 也就是在航拍中国中出现 主要是本地客来光顾 并且经常满座的8% Ice咖啡厅 主要是本地客来光顾 在上主菜前饮料就端上来了 这是一杯红韵柠檬 不加蜂蜜的时候就是原味的酸 把茶倒到杯子里的时候 baby仿佛在告诉我 这是个化学实验 ận语 炎 炎 炎 期日子 而这则是一杯冰滴咖啡 有巧克力味的那种 这叫起色很香 番茄酸甜的玛格丽特披萨 这叫又酸又辣的 重口辣味茄子鸡肉通心面 而且这个面长得很像恐龙的背 这家店就在永康公园的对面 可以在吃午餐的时候 看见公园里面的树 跟四处聊天跑跳的大人跟小孩 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在咖啡厅的门口转头往外看 讲光铜像面朝的那个黄色招牌 就是另一个航拍中国的打卡景点 五十兰饮料店 不过我们要最后再去 先去看看阳光普照的永康公园吧 我怕坐塌了那个摇摇以牙 就来玩滑滑梯啦 走到对面就是永康主间了 房屋外墙从左到右分别是洗十字 二丁卦和新式的 竞争了台湾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 看到了吗 这就是航拍中国第三个打卡店 卖伞的霉伞艇 接着让我们终于小巷 看一看一碗卤肉饭远近 池名红遍世界的大来小馆 我家也是这里的常客 除了卤肉饭 我们还会点米粉 炸排骨糖 醋鸡 手撕鸡 菜脯轰蛋 苍蝇米粉 汤 佛跳墙等等 店里的桌椅是木质的 地板是红砖 具有清和平时的传统风格 让我们继续往里走 就会进到一条更加闹重取静的巷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高档的江浙餐馆 秀兰小馆 非常适合艳客 回到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 这里是永康商圈主街 走到尽头的路口 新一路二段 首先我们看到了 同样是游客在台湾必来的餐厅 顶太风 作为本地人 我也去过很多次 他的小龙汤包果然名不虚传 值得一吃再吃 当然我还要推荐园中鸡汤 和油豆腐细粉 同样在捷运东门站前方 是我们家的面包仓库 圣瓦利面包店 继续深入巷道 这家外表酷似古早玩具杂货店的商店书局 就是马英九先生曾经来当过一日店员的永宴书局 接着走过刚好休息的高档发饰餐厅长春藤 走过遍布永康商圈的精致小店 这条街上有江浙菜 川菜 客家菜和西餐餐厅 属于是菜息大融合了 这就是航拍中国拍照的永康街衣景 慢慢的走到著名芒果冰店斯木席 就算是平日依然游客众多 而且几乎没有本地人 大家都指点芒果冰 当时我右边是几个美国人 左边是几个韩国人 后面是一群日本人 栏根下面还有个似乎是西裔美国人 中文反倒成了加密语言 不过大家悠闲的聊天吃冰真的很愉快 我都让希望任国企也很快乐 在芒果冰店的斜对面 就是航拍中国的第五个取景点 天津葱抓饼店 店面虽小但是人气可一点也不小 不管晴天还是下雨 不管平日还是假日 永远大改长龙 大陆的航拍中国台湾片有介绍你们家吗 他们跟我们推荐说要加爽蛋 对啊 真的哦 我先往看一下 真的 对啊 对啊 好 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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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酱 盛豆 盛豆 你们看 这是怎么办的 我们是台湾的啦 我们是看到这个 最好 裡面有我嗎? 那裡面有我嗎? 沒有 有吧 我們有好幾個人耶 那一般我們有好幾個人耶 我們那時候 謝謝 謝謝 幫你再夾進去 看這邊 這邊 三十九 記得 要加速看 那怎麼妹妹有了 下開的我去買嗎? 看不清楚那個人是誰 不會啦 招牌拍到了就知道了 大家都過來買 最後一站五十來飲料店 還有什麼比一杯珍珠奶茶更讓人覺得暖和? 再來一份天津蔥抓餅 那才是絕配 記得要加雙蛋 我在永康街度過了大半天 但是每時每刻都是開心的 我覺得其實這樣把自己當作遊客來吃吃喝喝遊玩漫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平常細以為常的地方會多出很多新奇的感覺 也會特別去關注隱藏在大街小巷之中有意義或者是可愛的事物 甚至會突然意識到我對永康街的記憶主要集中在它的哪些角落 而且這種不用擔心時間流逝的學習模式 也更能看到人間煙火當中的美好跟溫暖 比如說在像賣蔥抓餅的阿姨們講航拍中國之前 我很忐忑 擔心他們會不高興 或者是攤位前的隊伍太長 他們會忙到不耐煩去聽 但看到他們驚喜甚至想看原片的時候 我覺得心裡像流過了一道暖流一樣 那麼親切的友善的對話 不就是台灣引以為榮的人情味嗎? 這次的永康街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 因為太陽很大天氣很好 而且還有涼功吹拂 不會拍到滿身大汗 而且拍出來的畫面也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去過台北永康街 找個時間再去一次吧 值得稀稀品味的地方可不止那幾個觀光順地 如果你沒有去過台北永康街 那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 那裡真的很酷